溫泉街 晚上這邊人家少 我們來看一下晚上這邊的景色 有什麼不太一樣啊 前面那邊是泡 竹浴 的地方 看很多人在泡竹湯 好像很舒服的感覺 那因為晚上 眼睛這樣看起來 景色 色彩比較暗 你要泡竹湯嗎 我只是看而已喔 我只是看而已喔 講話啊去講話 沒有要泡啊去講話 叫什麼 這裡就有 硫磺味比較重了 泥山溫泉這邊跟 台灣北部那個 硫磺的那個溫泉那個味道很香 很像硫磺味 不過晚上這邊來真的人比較少耶 所以 感覺不太一樣 有泡竹湯欸 很油很舒服嗎 有舒服嗎 在這裡 有沒有講一下話 怎麼樣很燙很燙嗎 很燙嗎 有油要拍搞笑片喔 很燙嗎 很燙嗎 是很燙嗎 有很燙嗎 很燙嗎 很燙嗎 幹嘛 雪 小心小心 這裡比較好嗎 小弟 這裡比較好喔 比較溫暖嗎 這裡比較舒服嗎 什麼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幫我去拍兩張 然後你先跟他拍一下 舒服的感覺嗎 有沒有講兩句話 不要 不要剛剛好兩句話 不要兩句話 很舒服嗎 有嗎 很舒服喔 那就好囉 我們繼續往前走啦 那 那其實整個 銀山溫泉的溫泉街 其實不長 那其實大概 如果你要逛的話 其實大概差不多 30分鐘你就可以逛 那 因為今天晚上本來以為 會下雪的 但是很可惜沒有雪 那 希望明天早上起來之後 會好一點 那其實 這個角度呢 是 你在 雜誌上 大概看得到 這個角度 就是 從這邊 然後 往上 這個拍的 一個 雜誌上的一個角度 那 其實 你沒看到很多 這邊很多 有一些 在抓緊的 他們都是抓這個角度 那 因為 晚上的人真的很少 那 其實晚上的風景 跟 白天的風景 看起來是真的不太一樣 那 溫泉街 這邊有 很多的 溫泉的 這個 旅館或者是飯店 那 這邊的溫泉 旅館和飯店 都是要 日先 預約 那 像我們 住的那個 龍劍館 不過那是因為 剛好我們 之前 坐的時候 有人 退掉 所以我們才剛好 能夠比較幸運的去 能夠 訂得到 那 不然其實這邊 其實說真的還 蠻不好訂的 那這邊呢 其實有一間是 可以 那其實這邊呢 有一間是可以 可以 可以在上網 查的時候 其實 他是像這一間叫做 發瓶者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是可以 呃 用電話 來 訂飯店 但是因為 不懂日文 所以沒有辦法來 用電話來訂 那其他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要用 上網去 訂的 那 因為 二月份是 這個的 旺季 所以其實上網訂 其實不太好訂 那其實 我們本來之前也想 訂 這個 比較多人的 這一間 那個賀賀有名的 這個 人燈屋 那 因為人燈屋真的是 太多人了 來訂了 所以這個真的不好 不好訂 那 我們往這邊走 所以我會有一點跨 還好半斤也提供了 我們那個 鞋子 很像一節鞋子 那看起來不會這麼滑 你看 看這邊的燈屋 那 這個部分 也算是它這個 算是百年 的 恩卷魚管 它剛好在恩卷的中間 那其實 這樣子的那個房間 什麼都不給 一個晚上 像 一博二十 其實大概都要 良心在 兩萬塊 台幣左右 那如果是在 一般 一般 一般六 的晚上的話 那其實就是更貴 那另外呢 這邊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部分 就是 其實它在 溫泉街 走到最後面 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 小型的這個瀑布 不過因為 整個 後面的那個 燈光 實在是 比較暗的 那所以 那個 瀑布的部分 我們就 不去 走了 那其實這邊的那個 商店很早 大概 差不多到六點 左右 差不多就會關 那其實 還好它們還有一些 櫥窗的那個 燈光的部分 可以讓人家看到 好 嗨 哈囉 看我穿 這麼多牛 知道天氣很難 那今天 銀山老街 沒有 字幕的介紹 就到這邊 那 大家記得 去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個影片 見囉 掰掰